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渔情实验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演员邓维 牢牢吸引住 也没办法吸引 他就是消失了一段时间 因为一些原因 可能就不在大家视线里了 那在他消失的这段时间里 你觉得观众会等得很心急吗 希望他快点上线 会吧 会很担心他吧 怕他遇到什么危险之类 到底怎么了 你会想念他的观众说什么 亲爱的朋友们 警来了 真诚 真诚 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机 就是必杀机 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真诚 会是这样 因为平时在片场的时候 大家就是嘻嘻哈哈的 你觉得谁是最毒蛇最难对的 张婉逸啊当然是 那和他的就是这个形象很有反差 因为他就觉得他就是比较高冷 比较沉落的人 不是高冷吧 我觉得就是 感觉好像很正经 但是又很好笑 他真的是这样子 但他其实不是那么正经的 不能说不正经 就是说 不是那么看起来那么老干部一样 扎双眼后的老干部 我不认可 我不觉得警是在撒娇 我可能自己本人的话也不会撒娇或者怎样 所以我也搞不清到底就是撒娇 或是哪种定义上是怎样的才算撒娇 所以你自己也不是一个会撒娇的人 我不会 可能就是跟家里人算吧 那如果是就是有人想要求你做什么事情 你会很受用这种撒娇的方式吗 我觉得是要看对方的诉求 如果是我能帮助的话 我肯定就是会帮助你了 看我就是在不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了 那我觉得应该是挺不一样的了 我就先说警吧 就是大慌手术嘛 那可能就是搞一些金融方面的啊 这种理财之类的 如果按照剧情走的话 可能该出手的时候 出手 需要警出手相助的时候 就是警 警就是说一个大财力嘛 就是还是会出手相助的 满分十分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本人的话 可能六分吧 是肯定跟警是比不了的 如果要是到警那个境界的话 真的是需要再去修炼很久的 那你会因为什么事情 产生一些情绪的波动 首先的话看遇到是什么事 然后要赶紧去解决或者是怎样 如果我要情绪波动大的 就没有办法去理性的思考 因为有情绪的话 你整个人是感性的嘛 就没办法去理性的判断 所以我会让自己就是理性的去 让自己的情绪平稳 去考虑这件事情如何去解决 那你还是理性 你可能会胜过感性一点 你会有很感性的时候 会有的 就是两者的话 我觉得是平衡的 那你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会感性多了 可能就是亲情上的呀 或者是朋友上面之类的 就可能有一些 他可能真的是需要我帮忙 让他讲出他的一些经历 遭遇之类的 然后就会觉得 哇原来这样子 那我真的要帮帮你 那你其实听起来你是一个同意性很强的人 就是会感同身受到别人的这种感受 会的 会去想的 戏 戏里面 我刚想说不要说戏里 那就没有了 现实生活中哭不出来 一滴泪都没有现实生活中真的 从来没有遇到过那种 会让自己哭出来的事 上部戏 然后还有上部戏杀青的时候吧 因为会感慨很多 因为当时的话 然后粉丝都不远万里的来陪着我 然后那一刻才意识到 OK大家一起来陪我 要跟这个角色做告别了 所以就很不舍得 然后也拍了那么久 就戏里面五味杂陈的 就当时那一刻 其实感觉就是说不上来 但是又很感动又很难过的这种感觉 那你是一个出戏很快的人吗 我觉得说快也快 说不快也不快 就很纠结 因为我杀青以后 我不可能整个人都在这个角色里 可能就是说出来了 是我邓伟本人了 杀青了 可能过一会儿又想到这个角色了 然后就是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 那你会有什么就是自己的一些特别的方式 去帮助你更快的出事 我还不需要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比较想去感受 就是说慢慢这个角色 从我身上彻底的离开了 我会去感受他 因为你想也是每一个角色 都是我在塑造他的时候 陪伴了我好几个月 然后我觉得就是跟他们告别的时候 也是顺其自然 不想强硬的用各种方式脱离出来 这样子的 就让他慢慢的离开我就好了 那如果要马上进到下一个角色 我觉得那不会 因为马上要进组的话 压力就来了 我就赶紧好塑造另一个角色 要去研究这个了 所以那个就会慢慢的就顶掉了 无缘奥运是不是 我就是觉得当时觉得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会跟涂山景 会跟奥运有关联 然后点进去看我整个人就傻眼了 我觉得大家找的这些点 真的还挺厉害的 我想跟景说 多加练习 那你觉得景 他会哪一年奥运会的什么项目 他在运动上面 会 花滑 因为景是狐狸 狐狸呢 脚滑呀 你看反应过来了吧 绝音更痛苦 对对对 那你觉得邓维他对上场什么运动呢 我觉得都还行 都还行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 我的这个运动细胞的话 还是蛮厉害的 那你平常自己健身会有偏向什么样的 健身的话就是各种地方 都会练牙腿 背 手臂 腹 腹 胸 这些都会练 然后像 打羽毛球啊 也会去这样子 然后我还很喜欢骑单车 就是会夜骑啊 对我很喜欢夜骑 夏天的时候很喜欢夜骑 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路线 给就热爱夜骑的朋友 其实 其实我跟那种专业就是骑车 或者怎样这样 他们有一些人会组队吗 我骑是不是 就是我没有目的地骑 比如说我骑到一个地方不认识了 我会把手机开开导航 然后找回家的路 会这样子 比如说走到一个岔路口了以后 觉得那边没有走过 那我去走一走 然后就越走越远 越走越远 其实巴里奥运会马上要开始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运动 或者运动项目 其实运动项目的话 我都还蛮喜欢的 然后也是在这里 祝各位运动员就是加油 然后为国正光的时候 然后也很想见证这一刻 然后你们辛苦了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也不会想到自己快要三十了 而且我身边的人也不会 好像从来没有听到过 就是会说你马上要多大 多大了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我对于这一块的话 没有任何限制 那你觉得年龄 会在你身上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可能就多一些皱纹吧 这样子 其他的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变化的 那在心态上呢 比如说比起十年前 可能比较二十岁的时候的 等你在心态上 这些年有什么样的成长 那其实还挺大的 因为上学时期的话 就是也不会考虑到那么多 你像十年前 我可能也不会知道自己 就会成为一个演员 然后考虑的跟现在也不一样 然后现在的话作为演员了 可能想的更多的就是自己 丰富自己的一些角色吧 然后如何去打磨演技 然后更多的想一些家里人 抽一些时间陪家里人 他其实是会根据整个气候 然后可能还有就是草场啊 然后所有一切环境的因素会变的 因为他但是他们都会标记 然后可能走了还会再回来这样子 而且现在感觉好像住蒙古包的也比较少了吧 是一样的 但是每个人家跟每个人家都不同嘛 对不对 可能外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 比如说像是挂门上挂的一些东西什么的 都不太一样的 首先其实我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我是汉族嘛 不是少数民族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酒量的话 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拖后腿了 因为我不喝酒完全不喝酒的那种 然后酒精过敏吧 所以说就是感觉喝一点的话可能就上头上脸这样子 所以我不喝酒 我觉得是因为景 他内心很坚强很坚定 然后也充满温柔的力量 我觉得就是主要他的意志力又很强 那你觉得涂山姐的一生是有什么形成的 我觉得是爱不同的爱 比如说你像世界上面 对这个世界的话也是一个爱 然后对朋友也是爱 对家人也是爱 对自己的爱人也是爱 他就是一个充满爱的人 他好厉害对吧 我真觉得他好厉害 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经典的场面 我在去演绎景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做过多的做设计 因为有的时候我在看剧本 我看到这场戏的时候 我当时就不去想了 我就是决定让景去引领着我去做表演 给到最真实的一个反应 就让他带着我走 把自己完全交给景 对去真的去感受景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的 就是我觉得细心这一点的话会有 还有就是更去善于发现一些小的一些美好 就可能原来的话 你要比如说从家要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那走过去就是走过去了 然后现在的话走的路上可能会看到更多 比如说像是奶奶接着放学的孙子啊 这样子在走嘻哈哈的 然后一对情侣也很开心的走 就去观察他们就觉得哇 就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觉得天气也不错 然后路边的树啊那些的都长得很好 就会去观察一些细节的东西会变的 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很喜欢观察 然后也向他向景学习了一下 就是可以让自己情绪更加稳定 去理性的去判断一些事情思考一些事情 小妖在剧中对涂山请说以后说女孩子恭喜 要把三分麻烦说成五分 五分麻烦说成十分 这样才显得有诚意 涂山请说没有 没有女孩子只有你 根据此好严德伟的求生育 一题是昨天我喝药的时候 往窗外看了一下 你猜我看到的时候 你为什么喝药 你怎么了 然后不小心把口红夸到你的白衬身上 你干什么气息感觉 不洗了留着吧 因为是你的口红 我买新的口红 又口红化了呀 哦好吧好吧好吧 送命了好了 好第三题是你觉得我那天逛街看到的 红色裙子白色裙子 还有黑色的裙子 哪个好看 都好看 不是都好看吗 三个都买呀 三个都买 OK好 不是问哪个好 不是 不是问的是哪个好看吗 我问你哪个好看的时候 你他们都喜欢想 完了我现在是我的身份 我应该是以涂山顶的身份去想 大荒首富全拿下 喜欢是把整个店都买下来 好这件事情 如果你突然有了八百万现金 你会怎么分配 存起来咯 完蛋了这不是 这是送命题 应该是非常规的答案 全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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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呀答案到底是 都听你的 都听你的 OK 如果我们分手了 你会把心爱的游戏机送给我们 我们不会分手的 游戏机给你 你想要游戏机拿走 但是我们分手不可以 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外星人吗 如果有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和他们共处 我觉得有 应该先学会如何跟他们沟通吧 学会沟通才能知道如何共处对不对 你有看过长江思吗 但如果他没看过要给他什么钱吧 那就回去看咯 夏天就防晒衣了 我最近有买一个就是78块钱还是87块钱的一个防晒衣 我可开心啊 我跟身边的朋友都在说 我说你看质量多好啊 还能防晒 就是我觉得夏天就是宽松舒适 然后透气的就OK 防晒衣是你这个夏日必备的一个时尚的单品吗 我觉得他首先他很轻薄 然后可能我里面穿一个背心外面套一个防晒衣就能出门了 防晒衣不会很臭 好像就不好看啊 就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 但是我很开心穿的时候 好 好